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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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NCA一级联赛的中国人就几个吧 都是我好朋友 我们能有机会的来到外国 打最高水平的大学联赛的话 一不后就那个NBA吧 这个荣誉感的水平感还是有的 大家好我叫Michael O 中文名O'jin Shen 在加州大学北军分校打大前锋和内线 第一次打篮球是在东莞 广东那边小学习我是最高的 1米7 6年级 然后我爸就说 你这么高要不你去私下打篮球 我也不知道对篮球是否感兴趣 我觉得应该还挺好玩的吧 然后去到MBA合作的一个东关篮球学校那里读书 当进去时我应该是最差的球员 就因为我特别努力 我就当时就特别坚持 进步了特别特别快 第四年在美国高中收到一个奖学金 高中毕业后然后在这边打了一个 腾斗门内比赛 然后就给这边的教员看中了 给我offer全的奖学金 我们当时我们得到职业的职业 他当时是一位第一个球员 我们加入了职业 我觉得加州应该对我的发展比较好 然后就当时选择来这边 刚开始来美国肯定就是语言问题 适应环境 英语特别特别长 我坐在他接下来 他一直很感兴趣 大家都爱了MBA 他选择来得及 所以我认为是很好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 我需要比他们更刻苦 因为说句实话就是 我这种身体天赋 可能在国内是顶尖 然后待这边的话 可能就是中等偏上那么一点点 身体天赋已经摆在那了 就是更加努力 才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所以说我付出的孩子 比他们多很多 现在的进步就是我跟他们可以平起平坐 跟他们打就是特别有挑战性 让自己提高的特别快 他有很好的技术 但我们也很感兴趣 在他专门的努力 我认为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是他每天都工作很厉害 他就是一个精彩的年轻人 他从来没有一个坏的日子 每次我进入职场 过一两年后 当地身体各方面 就是认得特别好的 然后技术也很完善的情况下 我就会去 传选那个MBA选秀 好好打 以后可以为国家争光 然后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亚洲人 也是有这种球员的 这个荣誉感的使命感还是有的 冠冠冠军 BUT I think basketball in China has improved AMAZINGLY lardan publishing了10至15 YEARS You know, Mykal 아니라让他在学习 头儿 Training 这就换ц Parks 过要差口 relief 因为这堆重的地方 发展江南iko 'IQ' And his basketball skill 肯定是眼睛開眼睛 看得到距離競爭競爭競爭了 学习完为了就出来 乌西亚新鲜空气 因为你知道我最喜欢的球员 杜兰特 他看我偶像 就是以前那种开赖 学习他的技巧 他每一袋球鞋我都会买一个一双打两双 我觉得穿他的鞋就是 打出去有他感觉 当时我在高中 我是遇到一个特别好的教员 那个教员他的那种 就是对我的关心 对我的看重 遇到一个那种好的教员 球员不管他是 他是有多差或者怎样的 然后他自己肯定会 随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然后达到更高的水平 当然希望有一天 能有机会去代表中国 然后去参加NBA选秀 朋友啊各方面 亲戚那些都希望我能打进NBA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特别难的 然后但是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有机会的 我只要自己好好去课计训 我相信有一天 就是吃精子会准备发光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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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